明朝王爷朱高旭有多惨 被亲爹哄得团团转 一生戎马最后却落得个被亲侄子活活烧死的结局 让我们走进这位做死王爷的一生 瞧瞧这位号称大明王朝醉皮的男人有多会玩 朱高旭是燕王朱棣的次子 相比于哥哥朱高赤的稳重人险 他就算是一位妥妥的地痞流氓呢 不过这流氓架不住身份尊崇 爷爷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父亲和哥哥更是相继的两位盛世帝王 可以说整个大明除却一手数得过来的几人外 朱高旭是谁都不怕 可他偏偏就爱找着有限几人的茶 以至于后来玩火自焚把自己给活活烤死 这都是后话了 先说这位王爷早年间随父亲朱棣征战沙场 有如天神将士一般 拔居庸 公怀来 取密云 可遵化 敖战中原转战南北 可谓是力挺朱棣的左膀右臂 甚至有数次朱棣被困万军从中脱身不得 都是朱高旭率众亲身杀进敌军包围圈 硬生生将朱棣从水深火热的战场中给带了回来 这时的汉王意气风发英姿绰约 堪称大明第一猛将致用双全 朱棣也是众人肉眼可见的宠溺的 甚至有将其立位世子的想法 但无奈自己后来篡权夺位的帝王之路实在不太光彩 在这个结果眼上 如果再不遵循敌常立太子的传统制度 世人以及朝廷百官可能都会不认可自己这个后继帝王 再加上早年间老爹朱元璋在世时 颇为看好朱棣长在朱高世的性子 每次交给老大的任务 他都能顺顺利利稳稳当当的完成 并且为人善良人后 非常具有做帝王的潜质 再回头一看地痞流氓式的朱高旭 虽说败事是一往无前勇猛无比 但这般暴躁的性子实在难以继任帝王之位 再加上这一身明晃晃的痞子气质 这大明要是交给他 那还不得两天就给祸祸完蛋了 于是朱元璋根本就不带犹豫的 直接将朱高旭立为世子 只是封朱高旭为高阳郡王 本来朱高旭对此是毫无怨言的 但后来却摊上个画大饼的爹 这下可把自己的宝贝儿子给坑惨了 大明王朝最会作死的男人是谁 这位被亲爹画大饼给坑惨的王爷 实在是憋屈至极 一生战功赫赫 却被自己亲侄子给做成烤肉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汉王朱高旭 本来哥哥朱高旭给父亲立为世子 自己毫无怨言 但却只因朱棣的一句话 让他重燃野心 也成了最终害死自己的罪魁祸首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 朱棣将儿子朱高旭叫到了跟前说了一句话 世子多病 如当勉励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你还有机会跟你哥争一争帝王之味 好好磨练自己的政治才干 爹在后方为你加油打气 这句话说出了自己的无奈 虽说自己十分宠爱二儿子朱高旭 又将其立为世子的想法 但无奈他实在有诸多难处 先不说自己愿不愿意 就是朱元璋生前的一道世子转语 就像是一条看不见的铁链子 将世子之位和朱高氏牢牢拴紧 在燕王朱棣心中 父亲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没有朱元璋何来的大名又哪来的他们 所以说燕王是绝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韦 违背自己父亲意愿重设世子之位的 但同时自己又十分看好老二 认为他很像自己 这就让他十分苦恼 如此矛盾的心境冲突 倒也解释通了后来的一系列事件 朱高旭听完父亲这一阵促膝长谈后 顿时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美好了 自己原来不是那个被抛弃的儿子 于是就有了后来朱棣封他为汉王 让他去藩地镇守边疆 朱高旭却死不肯去 就想留在燕京的一幕 哥哥朱高氏继位后 朱高旭屡次母无尊掌刑狂辈之事 有一次二人一前一后到校陵拜祭 朱高氏身体肥胖又患有足脊 走起路来扭扭捏捏还靠两个太监搀扶着 路上不慎跌了个大跟头 朱高旭在后边哈哈大笑 讥讽自己的哥哥说 前人错跌 后人知景 朱高氏并没有因此责怪弟弟 反而是自己儿子朱瞻鸡看不下去 对了叔叔一句 更有后人知景也 这句话顿时让朱高旭大惊失色 仓皇回头四处查看 却不料这句话 竟是亲侄子对自己的警示 朱高旭却是倒死没能明白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大明王朝最会作死的男人是谁 号称大明第一疯狂王爷的朱高旭 结局有多惨 一身戎马却被自己亲侄子 给烤成了肉干 朱弟和哥哥朱高赤的 宽容宠溺 让朱高旭形式狂悲无比 但这两位庇护伞都轰然倒塌之时 便再也没人能宠着惯着这位傲娇王爷了 新上任的帝王朱瞻鸡 虽说是自己亲侄子 但他可不像朱弟朱高赤一般宽容无比 自己往日便私自挑选卫士 又在京城公然盗用帝王的车马器物 侄子继位后他行事愈加放肆 凡是朱高旭提出的请求 宣宗都会按照他的意见一一照办 见自己侄子如此软弱无能 他又起了谋反的心思 公元1426年朱高旭组织兵马 联合山东都指挥等官员企图谋权篡位 但却被英国公章府告发 朱瞻鸡听臣子说自己叔叔要谋反上还不太相信 不忍心起兵讨伐 虽说叔叔形式鲁莽无际 但谋反这种蠢事应该不会干得出来 因为首相也不过几千人嘛 北风在乐安一个小县城能掀起什么大风大浪 可让朱瞻鸡没想到的是 自己这个中二叔叔还真就造反了 就靠自己手下那点可怜的人嘛 在乐安小县城内喊得风风火火人尽皆知 没办法自己只好御驾亲征前来平反 朱高旭一听宣宗御驾亲征 立马耸了出门投降 朱瞻鸡不费一兵一卒便平定了叛乱 而后朝中大臣纷纷请求要杀了朱高旭 以正我大明典型 宣宗不许 只是将叔叔关押在皇城西安门内 但更奇葩的还在后边 这位大明第一作死骑男子行事让人捉摸不透 朱瞻鸡一日闲来无事 突然想到自己的叔叔被囚禁在城内良久了 于是想去探望一下朱高旭 毕竟自己长辈的亲人就剩下这么一个了 父亲走到的早 爷爷朱弟也早已过世 叔叔朱高旭却是让自己父亲和爷爷都宠溺的人 自己这般对他着实有点说不过去了 于是决定此次前去就将叔叔给赦免了 还他一个自由之身 没想到这一句没把朱瞻鸡给气死 朱高旭竟趁玄宗不注意 用一记扫堂腿故意将其扳倒 还在一旁讥讽当代皇帝 这下朱瞻鸡颜面尽失 于是龙颜大怒 命人将三百斤重的桶纲将朱高旭扣住 等什么时候自己气消了再撤了大纲 没想到朱高旭勇猛无比 竟生生将大纲举起随后又是一阵讥讽宣宗 这般作死行为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连当朝皇帝都敢嘲讽 实在不知道是活得不耐烦了还是想不开 于是宣宗又命人在铜钢周围点燃木炭 大明第一作死期男子 就这么被活活烤成了肉干 这般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戏剧 还真就发生在帝王身上 真是印证了那句不作死 就不会死的智力名言 各位看官对这位作死王爷有何看法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